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教师能学以自用 所以三层课程的设计着重实用性 这样教师在接受完培训之后 又如何实践在课堂教学呢 我们可以听一下业界的意见 我想最明显 因为本身我是要教的小朋友 都是家父班的学生 很多时候他们被评定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成绩稍讯 成绩稍讯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方面的不同影响 那修读完有关的课程之后 那我就会去识别一下 究竟令到他们的成绩稍迅的原因 会是什么呢 我会帮忙去想一下他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 是哪种的SN的类型 而令到他们是不专心 不专注而令到成绩低落 那读社长那些导师其实真的很好 他教的时候 他真的完全是给那些真实的工具 是给你自己去接触一下 看看怎样教 到时你回到学校的时候 你怎样去使用那些情况 当初我对这些读社障碍的学生 其实都不是太大的认识 清楚知道他们的背景 和他们的特性之后 我觉得回到学校之后 对他们的私教的目色 真的会好很多 另外在这个听力那方面 其实初初你 可能我们普通人和普通人说话 其实很简单的 但原来和他们说话 其实他们带着的耳机 是真的有些困难的 我觉得在那个课程学到 都是很多技巧去针对学生的需要 我有时觉得教书这么久 现在都是想听多些分享 看多些 看多些不同的学校的情况 其实对我自己面对相同的个案 或者是有一些啟发性 未必是完全適合我校程 但是我已经有一个参考性 我起码真的了解得更加多 我就可以改善得更加多 甚至知道有些好东西 实践的可以在学校实践 过程的看法我们就是说小报纸 因为它说读社不可以 就完完全全给了所有的学生 就是我们是拿了那个理念 就想想怎样回来拆解 还有就令到他们可以容易掌握 有成功感 嗯 没有你 亭太盛 不行 对 没关系 对